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天话题 加拿大版风华资讯 我是主持人思思 那么近期啊 第二届世界华人作家笔会 也是在温哥华隆重举行 也有来自全世界各地的 优秀的华语华人作家 齐聚这里 那么现在可以看到 我手上拿着一本书 名字叫做英婷 而这本书的作者 胡曼迪女士 现在呢就在我的身边 胡老师您好 也是欢迎您来做客 我们的节目 思思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胡老师您好 我是看到你是专门 从美国飞过来参加这个活动 是的 我是从美国费城飞过来的 那您可以给我们 简单地做一个自我介绍 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来更多地了解您一下 好的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洪曼迪 我本科毕业于中国南开大学 我的研究生 是在美国 宾夕法尼亚大学 在那里获得了硕士 是主顾 Creative Writing and Cinema Study 对 那就是妥妥的女学吧 我曾经是我们市的文科高考状元 哇 太厉害了 对 那我看您的这本书 它的封面是紫色的 我看您今天穿的衣服也是紫色 您是就是非常喜欢这个颜色 是的 我非常紫色 喜欢紫色 紫色一直是我的幸运色 对 我一直在实际上一直在漂流 紫色是说漂流的一颗心 对 我从 我曾在天津日报做记者 那后来旅居新加坡 那目前是在定居美国费城 对 就像我看到这次您参加这次活动 您是获得了优秀电影剧本奖 那么您这次获得这个奖项呢 是源于您个人呢 还是源于某一个作品呢 这次奖主要是颁给我的这本书 其实里边是包括了我的长篇小说 英婷和中英文的剧本 英婷 对 所以我得到非常荣幸 第二届世界华人笔会 给我这个最佳剧本奖 影视剧本奖 给我了这样一个平台 让我的作品 不是只让观众读到 而是能够看到 真是非常感激 哇 真的很棒 那就您这本书呢 就是它不仅是小说 也是已经按照剧本的格式 已经写好了 是的 我这本书 如果大家有兴趣 有兴看到的话 就是它会 你会看到这本书 实际上是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英文版的 就是英婷的剧本 那第二部分是中文小说 英婷 那最后一部分是中文的剧本 英婷 所以看起来会比较厚 那英文版的英婷 英文版的剧本 英婷的话 是完全按照好莱坞的格式 写的 而且它 我是用那个 那个software 就是那个软件写 它有这个标准格式 叫final draft 对 它必须要有标准格式 如果你的剧本 就是好莱坞的剧本 不是用这种标准格式写的 导演都不会看 所以 那通常导演是希望你的剧本 不要超过100页 100页是最好 所以我的这个剧本是99页 如果加上封皮 正好是100页 就是 那这个就是刚刚好 对 刚刚好 是 那这本书呢 它的这个大概的内容 讲是讲什么呢 这本书的内容 实际上是讲一个 被美国顶级富豪家庭 收养的一个中国女孩的人生历程 和她的自我发现 自我寻求 自我价值 和中国寻根的一个人生经历 它故事是完全虚构的 当然虚构是跟着 根据很多的中国女 被收养 被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家庭收养的 中国女孩的经历而改编的 对 最重要的是 我看到了亚马逊的老板 她收养了一个中国女孩 所以当时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个女孩的 她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那她的生活 充满了神秘感 在网上是很少看到 这个女孩的任何信息的 但是我觉得 她的人生肯定是起了 天翻地覆的改变 因为收养 可能就像疯狂涅槃一样 处于再生 所以我觉得 如果在通过一个小说来写出来 这个故事的话 会记录这个时代的烙印 那就像您讲的这个故事 其实算不算是你写这本书的一个灵感来源呢 对 这个灵感来源实际上是基于很多的 我见到的很多的收养案例来写成的 对 我写 这部长篇实际上耗费了我大概两年的时间 两年多的时间 对 但是源于是什么机缘巧合 您能就是收集到这么多的素材 能了解到这些素材呢 对 就是我先生他是一位律师 对是一位美国律师 他做移民法和商业法 那么在做移民法的时候 我们帮助了很多的美国的家庭去 再去中国收养孩子 因为收养孩子的那个手续是非常繁琐的 对 所以我就在收养 他们的收养过程中 很多家庭都要历时两到三年的时间 才能把一个孩子收养完成 对 整个过程 那么跟他们聊过 接触过很多的例子案例 我觉得他们充满安心 对 对 他们充满安心 需要我给你接 您可以简单地讲一个 就是可以分享的一些小故事吗 对对对 就像比如说一个 主人公是实际上是一个残疾的孩子被收养 他是有心脏病的 那么我接触过的 对 一对夫妇 他们去中国收养了 就是收养了一个有心脏病的女孩 他跟我说 他这种爱 他说是 他就是要给这个孩子特殊的爱 因为他说 这个孩子 如果他不去收养 因为他是护士 如果他不去收养 那这个孩子的命运就非常坎坷 但是他有这个护士的专业 他去收养 他就觉得能给这个孩子特殊的照顾 让这个孩子不要受到那么多的煎熬 所以他这种大爱 特殊的爱 当时就很感动我 我就想说 我做点什么 所以我当时是写了一个美国技术短文 对 所以来记录这个爱 那您的这个文采就特别的好 就很喜欢这些写作 对 我写了很多东西 对 其实一开始 我写了 基本上是在写很多的短文散文和杂文 以及这种记事的小故事 写长篇是 真正写长篇是2013年才开始 出版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美飘 就你那第一部小说在2013年 对 就是到现在也十年了 差不多 所以在中间我又出了那个 美商是另外一部 然后现在是第三部的 叫Baby Favilion 对 是英婷 是我的场篇 最新的场篇小说 希望大家能喜欢 对 也非常 对 非常感谢 其实我听你讲 关于这个故事的一个 大概的内容 以及这个灵感来源 其实我还没有看这本书 我听着就觉得已经很感动 我就很愿意把它给看下去 那么其实呢 就是我就是觉得 就是您作为一个作家 又是女性 可能就相对这个 情感比较细腻一点 那么您的这个 所有的小说作品 是不是都是更多 比较细腻 偏感性的呢 是的 我的小说里面会有 非常多的感情 有爱情 有友情 有亲情 对 还有很多的 说不清到不明的各种感情 情感在里边 对 所以 我一直 我的基本上 我的所有的小说 都是以女性为题材的 对 对 那您到目前为止是 累计出版了多少 这些小说了 我差不多 一共出版了15部的书籍 对 那么 其中长篇小说 大概有三部 然后还有其他的中篇小说 和短篇小说集 对 对 我自己是希望我的作品 能够被更多的人来看到 而不是只是读到 所以我 澄清在2016年 我创作了一个 就是微电影 叫文人相亲 当时是我自己编剧的 那么 出品 是一个公益微电影 现在在平台上 都是可以看得到 是 那我觉得尤其对于您这个 以及学习经历啊 以及这些年的 以及职业生涯 肯定有这个独到的感悟 那我相信呢 从您身上 我也能看到很多的故事 那么现在呢 我们可以暂时地休息一下 稍后我们继续回来听胡老师的故事 谢谢大家